明天中午 科比 布莱恩特的8号和24号球1 将高悬在斯台普斯球馆的上空 穷顶的群星辉映里 那是最独特的两面棋 明天的那一刻 球1把记忆共同升起 你将要怎样追索 怎样膜拜呢 我不知道我从不写言不由衷的话 我不会像写马四十那样说 我是自己人 我并不是一个科密科比在漫长职业生涯里展现出的个性 方式和他为胡人所注入的文化 和我尊重的马四式的个性 方式和文化截然不同 当然 极端的科密会把所有非他族类都是做科黑 对这类脑残式的分割 我并无话可说 在这一天临近的时候 我知识突然回想起我的感受 如果在我同样为其不短的职业生涯里 挑出一场我解说过的印象最深的比赛 那一定是一年零八个月之前 科比的生涯告别战 那不是我说过的最重要的比赛 那是一场胡人和爵士双双无缘季后赛的告别战 那也不是我说过的最精彩的比赛 不像骑士和勇士在总决赛第七战的生死相绝 但那是我说过的最累的比赛